今天我们下了一天的雨 然后现在差不多七点半了 然后下午稍微停了一下 从六点五六点的时候开始停 然后就赶紧收拾东西了 然后我们先把帐篷收一下 现在你看丽江只要不下雨 就晴天的时候 这云就特别好看 然后把那俩小崽子给它放出来 然后我们赶紧把这个帐篷先折了 折了以后呢 我心想说趁现在没下吗 把那个车子稍微冲一冲 不许过来 不许过来 不许上来 不许不许不许 是说你呢不许 听见没有 去玩吧 去玩 去玩吧 等托尼玩 现在已经中午十二点了 我们现在要吃点早午饭 看看艾米托车做了啥 这个是药卖 燕卖的那种 到底是燕卖还是药卖 都有吧 反正就是一罐 这个叫狐狐粥 今天要出发了 我们营地的负责人还给我们送了一会儿 送了一箱水 哎呀太感谢了 没事没事 谢谢谢谢 这一住就住了十来天 对咱们这景色太美了 对我就一直拍雪山 就没拍出来 它那个没有没有云的状态 行 好好好 谢谢 我们终于收拾完了 然后看这天啊 马上好像又要下雨的样子 我们赶紧的要抓紧时间 挂车 其实在路上的话 它下雨倒也没什么 就是出门前下雨啊 还挺麻烦的 哇 这个云 往上摇一点 好 差不多吧 可能 再来一点点啊 松一点点 要不然抱 好好好 可以了 嗯 这可以了 我们现在要从前面往那头拐过去 因为那个这边有一个新弄的木架子 这样出不去 可能要换个角换个方向走 嗯 拐大一点 从这从这边过去 没事 走吧 后面没问题啊 就那边下去的时候注意一点 好嘞 我去看一眼 你右边的那个牌子看着一点啊 右边的那个 哦 那个上面已经都是乌云密布了 应该马上就要下雨了 屁股抬得很高哎 慢一点啊 主要是这个地方 走走走 慢一点 走 卡到了 有一点点 你再往前走走看 往前走吧 往前 往前往前 没什么事了 走吧走吧 没事了 嗯 就刚刚差了一点 对呀 底下雨容易脱底 从这个门出去 好 没事你走吧 你自己那边看着啊 嗯 车屁股现在现在问题不大 好像问题不大 走吧 嗯 现在没事 可以就是你自己右手边注意 左手边注意一点 好你拉直吧先 好嘞 上车了 车现在没车赶紧的 我们要到成都的话 一共是853公里的 我们计划是两到三天 还三天的吗 不是明天晚上应该差不多能到了吗 希望 嗯 如果路不是特别难开的话还好 主要是我们出门的时间已经三点了 一会儿要开400公里 肯定是得得到晚上了吧 哇 大家看远处的云 在放大 下不下棉花糖啊 好大一团棉花糖啊 就是今天这个棉花糖不是很白 有点多 嗯 他一不高兴就变成云了 对啊 哇 这个是金沙江大桥 这个桥真好看 感觉跟我们家的小红马好配啊 就是这种红色的大桥还是挺爽的 金沙江大桥 对 哇 这个像峡谷一样 嗯 但是很震撼 这一会儿就越下越大了 然后这地上刚才就有那种黄色的水啊 一下雨啊就开不快 然后路上车也多 看前面看前面好像天又蓝了 应该那边不下了吧 嗯 反正在这个山顶啊 反正有一朵雨 嗯 一朵雨也给撒了一点 我们现在还没有处理江 刚刚去加了200的油 这边的油价会比外面要贵一点 而且这边的高速费也会贵一点 对 高速差不多一块钱一公里 嗯 你看啊 现在手机上看到那个前面那个云 就看着就像那种什么 骑各种形状那种 就像 有点像天兵天将下凡的那个 嗯 嗯 嗯 现在已经晚上十点了 然后呢我们现在是停到那个德昌服务区 应该属于四川了吧 但是呢这边服务区特别小 大家看哦 全部都停满了 全大车 就不适合路 不适合我们住车 然后那个保安 也不太懂 其实上面有位置的 上面有位置他不让停 那这边上去其实可以停的 上面很高 嗯不让进 你干嘛呢晚上没掉睡了你知道不 嗯 还要挠 不许挠小爪子不许挠 你去迈个门 然后让我们晚上住在这里好吗 我们后来想了想吧 还是下高速吧 这个地方真的没法 没法停车 下高速前啊 我们打算先打一桶水 因为也不知道到那边有没有水 嗯这个服务区的卫生间 先加上再说刚刚把油也加满了 现在我们把这桶水加上 晚上就不用担心水的问题了 然后一会就可以下高速了 哇我们从高速上下来了 然后发现我们要去的停车场 居然那么热闹 肯定没地方停 那这样的话那边的停车场的位置估计够呗了 那你先过去看看吧 现在还那么热闹整条街 我的娘啊 这也太热闹了 这咋子 那边人家还在玩呢 你看夜生活刚开始 今天找位置真的好难啊 进去应该还行吧 找一找 往左边先 这个位置不知道行不行 这边这个位置还可以 好嘞就这样吧 我们现在就停在这里吧 就停在这里 因为后面可以怼到后面去 但是不知道他们这个 狂欢晚会啥时候能结束 没事可以拐可以拐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就是这样拐 一直拐一直拐就对了啊 一直拐没事 拐拐拐 拐拐快点拐拐下来 没事可以拐 你转吧 转转转 对一步到位 转转转 可以走 一直往后走 然后你屁股往左打一点 往左来一点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差不多了 可以了 我们现在就把车给摘了 终于停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出去吃个饭 因为这边这么热闹 对面都是吃东西的地方 然后这边刚好可以到后面 这是一个收费的停车场 其实在我有上面看很冷清的 没想到我们来了以后 真的吓我们一跳 这么热闹 好在我们这个车也算是停下了 我当时都以为自己可能停不下来 因为车太多了 我们这车也比较大 好在是找到合适的位置了 比同在服务区要好 会好一点 但是你看前面这个这么热闹的场地 在不知道他几点歇夜 按道理 我觉得12点应该能歇夜了吧 这是一个收费的停车场 我听他们说好像是25块钱 还是20多块钱吧 一个晚上 本来想说在自己在家坐一点 然后发现这边这么方便 咱就去吃点吧 这里其实高速公路下下来 也就两公里 两三公里就到了 还是很近的 其实那个地方有一个什么美食节 但是里面都不是我们喜欢吃的东西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找一个正规的吃饭的地方 现在已经晚上11点了 但是还是得吃东西 走吧 没想到我们一不小心停到了一个夜市的门口 这个叫玲珑集市 应该就是一个夜市 走吧 看看 这一排都是吃的东西 我们也是第一次把房车停在夜市门口 我还是想吃点正儿八经的米饭 炒菜跟米饭 现在我们点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青椒肉丝炒饭 然后这个是我们在那边 那边夜市那边店买的 这花隔 你看这花隔 各个人称未成年 除了未成年以外 它这个肉还是特别特别小 反正也没记太大希望 就凑过吃 好歹它这个饭我觉得做的还不错 这个有点刺 还28块钱一份 不便宜 不便宜 这个啊 这个也就十几块 12块 对 炒饭才12块 这个28块 关键品质实在太差了 现在终于到了休息的时间了 我已经洗完澡 敷好面膜了 现在已经晚上1点10几分了 我们停在这边已经就已经12点左右了 11点半左右 然后吃完饭 然后洗个澡 然后敷个面膜 然后Amy同学也不上面膜了 他这个面膜今天有点厉害的 他说就不方便入镜 然后我们今天在这呢也是开了空调吧 用我们那个前车那个供的店啊 其实这个有时候就想想吧 房车旅行呢 就是拖这个房车旅行啊 就这点好处是挺好的 就是你到了哪以后吧 不管外面的环境是怎样啊 就是总归还是有一个 你看这样一个舒适的大床 然后以后呢 就像回到自己的家 还可以在我身后 这个洗澡的地方洗个热水澡 这个就是我觉得 嗯 房车旅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吧 虽然驮着这大家伙还是有点费劲啊 但是等他安顿下来的时候 还是这种感觉还是挺舒服的 你看我们现在很明智 就是到了这个下了高速对吧 你看这边是很安静 呃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是因为山区的问题啊 就是你看像我们从 呃 那些小车子啊就是根本就没有地方停 所以呃 幸亏呢也是那个当地的工作人员 就是推荐了一下 说你这边下去吧 下去下面都有地方停的 然后呢 我们就通过APP找了一个这么个地方 呃